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加拿大特色的食物是像加拿大的北京烤鸭似的 像加拿大的北京烤鸭似的 像中国的北京烤鸭一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它是最有著名的北京烤鸭 那大家知道加拿大最著名的食物是什么吗 是 普天 那让莱卡和伊丽给我们做试吃吧 Let's go OK 我们今天我挑了两种不同的在迪亚纳的两所的店 一个是这个牌子的 它的名字叫Smokes Foutine 它带着特别好玩 对吧 它带着特别酷 之后第二种就是这个 是那个一个Bug 它的名字叫BugBug Chicken 它也是个卖Foutine的一个特别好的 它们俩不是连锁 所以就找两个不连锁的 之后我们今天会吃这两个 之后还有我订了那个饮料 我订了一个Dr Pepper 之后我给妹妹订了一个 哦 我给妹妹订了一个 我给妹妹订了一个 那个Ice Tea 营萌做的一个Ice Tea 所以我们开吃吧 我们现在这个打开 Smokes Foutine 看一下里面找什么样 它的袋子特别酷 有 嗯 有个这小人物 这从 我们该找到補填了 南卡你一会儿要用消毒纸巾擦手的 好的 这样特别沉 其实长这样 这是那个主人 这是那个开头的这个人 我看看里面号什么 哦 有一些纸尖 给我们一个贴纸 这个包装还挺可爱的 给我们一个贴纸 很有特色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他们的介绍 小孩儿的 小妈儿给玩儿的 他们的菜单 对他们的菜单 好酷 妹妹先不要动了 哥哥也要去消毒去 因为我们刚才摆其他的都消毒了 你现在去拿消毒纸巾吧 好的 我们等着哥哥去消毒 伊丽你刚才摸过吗 摸过就去洗手去 现在是疫情期间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也属于是网红店 我们特意搜索了 在加拿大 可以在里加拿大买到的 新开的这个店 很有特色的 这个是新开的这个店 我就放哪个东西都 之后 我特别喜欢里面配这么多东西 那些东西你要是碰的话 也要去消毒 或者你把那个桌子的地方 也得消毒 总之现在就是必须小心 小心 小心再小心 妈妈 OK我们第二个奶奶店是 我在练量搜普丁 找了一个叫 爆爆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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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我从来没见过 它们有特别多种的鸡鸡鸡 对吧 在网上咱们看的时候 特别多种 就是我们点了 这个是东京牛肉 是甜甜的东京牛肉 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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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薯球和那个 和奶酪和gravy上面 这是我特别等不及 之后 那个我们这个 这个smoke鸡鸡鸡 我们就订了一个传统 所以我们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传统的那个 加拿大的鸡鸡鸡鸡 找什么样 OK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smoke's poutine的贴纸 做的还挺精致的 我们第一次吃 哇 来个近距离 好好吃 透过视频大家能闻到香味吗 香甜奶肉的味 OK 我们现在打开 东京牛肉包包鸡 我还是挺期待东京牛肉 好漂亮 它已经好像升华了 不是一个简单的poutine了 还有一个鸡猫 好可爱的鸡猫 怪不得卖的不便宜了 现在我们尝一下传统的 牛肉包你要点吗 给我你的盘子 再给你拿一点 好大 好大 我是没法吃奶酪 所以就让孩子们来吃吃吧 OK 现在你吃这个 OK 给我自己 你在干嘛 太激动了吧 妹妹好吃吗 传统的poutine就是炸薯条 加上什么汁和那个 和那个快北克奶酪 快北克奶酪 我们去美国都没有看到poutine 太好吃了 吃吗 嗯 给我尝尝薯条吧 嗯 这个没有 没有一点的奶油 就一点的 它酱那么好 对 嗯 嗯 我们炸薯条 豆腐 豆腐 好吗 嗯 OK 这是什么菜 评价一下 咱们其实也吃了其他好多家 比如说Costco 还有麦当劳 NW NW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它们的土豆特别新鲜 那个里面软软的土豆味道 它是奶酪 不像那种Costco奶酪 我尝过 因为特别那个粘粘的 嗯 这个奶酪在嘴里就化 OK 这个奶酪在嘴里里 一码就化了 就这个 Smokey Poutine这店 我Rate 满分100-100 你呢 这叫什么 Smokey Poutine是吗 对 Smokey Poutine OK 他家店是在 蒙特利尔吗 魁北克吗 东东 好像那个 那个魁北克有 第一家店在哪 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家那都有 OK 在里甲纳是第一家是吗 里甲纳是新开的 上个星期新开的 OK 那我们也算是 拔草了 应该不是上星期 上星期去就是新的 OK OK 第二个Poutine 你们当当当当 是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东京牛肉 我特别期待这个 我给米宝拿一张 看着挺有食欲的 就闻一下的味道 就那种 韩国的 像个日本那种 韩国BBQ酱那种 对 有个英文 有葱 有 有 我听说这个是没有 这个 还有甜甜的牛肉 准备好了吗 这是牛肉 这是纸牛肉 OK 这是那个甜甜的 你不我尝一下 我拿个叉子 你拿个叉子 对不起 OK I'm going to grab something 哇 看 嗯 那我尝一下 哪个好吃 哥哥 你不要太表情太夸张了 吓着大家了 这个1100 1100 1100 真的 OK 这个酱太好吃了 真的吗 反正我是觉得 好像这个蛮有特色的 叫什么东京 普丁是吧 东京牛肉 我下手了 我这牛肉 谢谢儿子 你尝一下 我隔着屏幕 太好吃了 看这酱太甜了 太好吃了 感觉这不像在吃普丁了 你想吃日本的一个餐呢 吃一个吃一道菜 这个酱很甜 是吧 对不起 我把这拿走了 你不能吃了一会儿 太好吃了 上午再拿一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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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吃普丁 就不用说的 这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甜甜的 它已经像一道菜了 它不是普丁这个 这个小时 快餐了 牛肉也做的不错 这牛肉 不像这种 我以为 嗯 很好 爸爸没有来吃这个汤 来 不能这么说 你爸爸会看录像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因为 因为我先生今天下午有六个拍照 所以他不在家 我们呢 就做了个试吃的节目 我都妈妈 都都妈妈 哈哈哈哈 我以为这牛肉会像那个特别硬硬的牛肉 但其实挺软的牛肉 嗯 这土豆 这土豆的味道 这个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 我发现一个好点 嗯 这个薯条跟smoke protein 它的那个薯条粗 好像 好像这个粗一点 是吗 这个那个细一点点 嗯 这个粗一点点 我们今天点的呢 都是他们两家特别有特点的 那你们就是 虽然还没吃完 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心目中已经知道谁 在这一次 哈哈 其实是他们两家都有特点 对吧 但是从 还是要去 选出一个今天 你们订餐之后 比较好吃的 poutine 你们准备好了吗 321 哈哈哈哈 有了很多的转心 这个家的poutine的有个好点 他们的酱奶酪特别好吃 对 他们奶酪酱做的好像是自己的 很地道是吧 嗯 自己做的特别好吃 OK 这个包装也特别好吃 这个包装是有他们的特点 特点 对 但是这个呢 这个薯条特别粗粗的里面 特别软 基本上像吃那个 土豆泥似的 嗯 之后 更有特点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东京这个牛肉 是吧 对 东京牛肉这个poutine 更有特点 我觉得他们能把一个poutine这种dish 换成一个 加一点日本的味道 这个特别好吃 对 一直在找 之后 上面放个酱和搭配的那个酱 这个特别好 之后 这个在嘴里甜甜的味道 就是 就像 不像吃 这样那个你立马 他你的脑子 你还 你的 你的人还在加拿大 那你的脑子立马 传世界到日本 然后再回到加拿大 然后你 就是这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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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那个 那个 那个 我 我觉得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刚发 我尝了一下 我dr.pepper 怎么有樱桃味道 对啊 我觉得 它是樱桃的 没有 它给你的是樱桃的 它配的是樱桃的 因为这种粉色的这种包装 对啊 我当时就看了半天 我觉得这应该是樱桃口味 我看 哦对 应该有樱桃 今天呢 就是想带着大家去 领论一下 加拿大 最有特点的 最本土的 也就是你在其他的城市 其他的国家是 吃不到的 然后等一会儿 吃不到它本土的 这种原汁原味的 这种感觉 然后等一会儿 嗯 那是我 我说了一下 不是吃加拿大有 就纽约拍了几家新的店 就只有纽约有 是 是我说的就是说 这是加拿大本土的东西 你只有在本土 才能吃到那种感觉 就像在加拿大 东伦多他也开了一家 北京的那个全聚德 但是我相信一定是不能在 本土吃那种感觉是 更地道 就在温哥华 他们开了一个海底捞蛋 我觉得肯定没得 中午的那个海底捞别 香 因为什么还都是它的 原汁原味嘛 这种文化 这种气息是不一样的 我什么也不说 我就说这个东京牛肉 太好吃了 对 全是 对啊 他们有些创新有改良 总之 今天的试吃 真的是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 对加拿大的文化 就是吃的方面的文化的一种体验吧 小朋友很喜欢吃 年轻人也很喜欢吃 所以 你们赶紧来家 赶紧来家 来家 来家大的伙伴一定要吃这个 不停 这是加拿大的特点 海米宝还要看你吃多少碗了 我都忘了 盘子都吃光了 我刚才已经给它盛那么多了 但还要 再给你一点 这些菜太好吃了 今天晚上不吃晚饭 谢谢妈妈 今天晚上晚饭熟了 OK 慢点饱 太好吃了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给我买 今天主要是莱卡的提议好 带着大家来触摸真实的 普天 掉了 谢谢妈妈 现在那个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你想让我们再吃什么 我们和米宝24小时都会听着你们 让我们要妈妈 给我们把东西给吃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等会 我还要出回话呢 好 那你说 爸爸要你再看这个 对不起 要我们买了 我 我和哥太缠了 太缠了 这都是孩子们心里话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试吃成功 吃吃成功 妹妹好吃吗 看你好吃的好香啊 我都闻点香味了 看哥哥 已经吃没了 哥哥擦擦嘴巴吧 好吗 再好吃也要注意形象 我家哥哥就属于是吃得开心的时候就忘我了 他容易吃到脸上 对吧 我也要去尝尝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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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你为什么要吃我的福定 是我的福定 是呀 我菜全 我真早吃一点 让我看一下 哇 对 我的福定确实很好吃 是加拿大最好的 是呀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